我希望新一屆的政府能夠帶領香港真真正正的可以向前來發展 因為過去的很多年來我們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覺 就是香港好像停滯了不前 希望在各方面的發展都能夠在未來的五年那裡體現 我相信各方面其實都是要聽 其實香港的成功以往是有賴一些平衡的意見 就是說一方面來講我們香港既然得到這麼成功 我們在經濟各方面都發展得很好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在那個民生那方面 也都盡量要注意一些各方面的不同人士的需要 所以我覺得那個拿到一個適當的平衡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香港人就用一些正面一點的能量 是幫香港也能夠幫到政府向前走 不要再慢慢浪費了一些能量在一些爭執 或者在一些不同的意見那裡 不如多找一些相同的意見 可以大家拿到共識向前走 非常感謝 在 Հ馬 yo 不認識我 謝謝 hebben 感谢观看